人生有目的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我可以分享一些思考。 从哲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本身并没有一个固有的,外在给定的意义或目的。 每个人自己赋予生命意义,通过探索自我、建立关系、追求目标等方式创造生命的目的。 所以关键在于怎样生活,而不是生命有没有意义。 从心理学和正念的视角,重要的是活在当前,关注当下,而不是过分纠结人生意义这个宏大的问题。 因为过分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无异,反而可能导致焦虑。 意义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不同时代和文化都定义了不同的人生目的, 比如成功、财富、地位、为他人服务等。 这些都是人们赋予生命的意义。 从个人经历来看,人生每个阶段的目标都不同。 年轻时可能以自我成长为目标,中年时关注家庭和事业,老年则注重精神寄托。 人生意义也会随之变化。 所以总的来说,人生意义是主观的、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 重要的是活出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而不应该纠结一个绝对的人生意义。 这也是我当前的想法,未来可能也会有新的领悟。 请继续与我探讨下面十个可能充实你人生的目的。 寻找幸福是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宗旨。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幸福的向往,都渴望拥有平静欢乐的日子。 在繁华喧嚣中寻找宁静,在繁重压力中寻找轻松,在云云众生中找到知己。 当你躺在青青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当你抱着心爱的人,倾诉千言万语。 当你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置身幸福的海洋。 幸福也许难以捉摸定格,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 它藏在朴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需要我们好好发掘与把握。 当你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美好,学会感激身边的人事物, 当你活在当下,不被过去和未来所扰。 当你停下来细袖强威,心会自然安静下来。 所以,在慢慢的人生旅途中,让我们不要执着于追求外在的成就与地位, 而是听从内心,寻找属于自己的平静快乐。 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你就找到了幸福的钥匙。 探索自我,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自己。 在浩瀚的宇宙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蕴含无限可能。 我们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探索内在的自我, 发掘自身的潜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会遭遇困难与挫折, 我们的缺陷与不足会暴露无疑。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成熟。 经历痛苦的洗礼,我们学会宽容和同情。 经历黑暗的考验,我们更渴望光明。 当我们控制情绪,战胜恐惧,超越利益, 就会感到自己在不断升华。 每个人的内在都掩藏着一座宝藏,需要我们耐心地挖掘。 读书可以开拓事业,艺术可以抒发情感,冥想可以认识自我。 不管遭遇什么,只要心存坚定和勇气,就一定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让我们活出生命的色彩,用善良影响他人,用智慧照亮世界,不断探索成长。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丰富的人生。 建立一个温馨的家,是很多人追求的人生目标。 当你遇见与你心有灵犀的另一半,共同携手建立家庭, 是人生旅途中最幸福的事情。 与爱人形影不离,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起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种感觉是如此美好。 当孩子降生,他们用天真无邪的笑脸照亮你的世界, 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悦。 看着孩子成长,从一个墙堡中的婴孩到爬行学习走路, 再到说话上学,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令人欣慰。 孩子们也需要父母的呵护与陪伴, 一个温馨的家可以给他们成长最坚实的后盾。 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需要双方用爱与理解浇灌, 需要互相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家人就是港湾,让你避风避雨。 当你疲惫时,家人的拥抱可以给你力量。 所以,与爱的人一起建立温馨的家, 经历生命每个美好时刻。 是很多人追求的人生目标和幸福,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成就, 是许多人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 当你对某件事情怀有热情, 投入时间和精力钻研, 最后敲定成功的果实, 那种充实和成就感无以伦比。 无论是一个科研项目的突破, 一部优秀作品的完成, 亦或是一个商业计划的成功实施, 都会让人感到无上的喜悦。 在追求事业有成的道路上, 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练习, 才能成为领域的专家。 同时,要保持谦逊, 勤奋的心态, 即使遭遇挫折, 也要不断自我超越。 最终我们的努力会结出硕果, 我们也会成为自己心目中那个模范般的人。 当你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 原来一个个小小的进步和突破串联成了今天的成就。 它来之不易, 需要付出时间, 激情乃至健康,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它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一座封碑, 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所以, 不管领域如何, 只要有决心和恒心, 就一定能在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上得到成就感。 这是一种无比美妙的体验, 这也驱使着无数人不懈追求事业的巅峰。 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 是许多人为之拼搏的人生目标。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金钱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充裕的财富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优渥的生活保障, 也可以支持我们实现更宏伟的梦想。 要创造财富, 我们需要有远见和头脑, 抓住机遇, 勇于创新, 并不断提升自己。 在商业的海洋里, 只有敏锐的直觉才能抓住巨量, 只有坚固的船身才能屹立不倒。 同时还需要诚信待人, 回馈社会。 只有正的能量积累, 财富才会有正的力量。 创造财富需要付出时间和汗水, 需要舍弃眼前的安逸, 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但当梦想成真时一切都值了, 那种喜悦和成功感远超过金钱本身。 所以, 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丰厚的财富, 支持美好生活的同时也造负他人。 是很多人为之努力的人生目标, 这需要勇气和毅力, 但最终自会收获甜美的果实。 为他人献出爱心, 是充实人生的崇高目标。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 许多人仅仅为自己而活, 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仁爱之心, 关怀他人, 回馈社会。 无论用什么方式, 只要我们的行为帮助了别人,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有意义。 这可以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需要的人, 可以是投身公益事业, 可以是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关心他人。 当我们付出爱, 就会感受到生命的连接。 当我们接纳社会中的弱者, 帮助他们生活更美好, 当我们关心那些无法发生的动物, 保护大自然。 当我们志愿加入各种慈善活动, 我们的生命就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 服务他人能让我们认识到, 比自己的小我更伟大的力量。 在付出中, 我们获得比接受更大的满足感。 这种高尚的情怀, 能净化我们的心灵, 使生命绽放光芒。 所以, 无论用什么方式, 将我们的爱心与能量反馈给这世界, 都是一个崇高而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 这让自我获得升华, 也让他人生活更美好。 静心修炼, 让生命达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是人生旅途中极为值得追求的目标。 在拥挤喧嚣的都市生活中, 我们的内心很容易受到世俗的污染, 变得浮躁和焦虑。 静心修炼, 如瑜伽和冥想, 可以让我们净化心灵, 重拾内在的平静。 当你独自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 关掉外界的噪音, 集中注意力观察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受, 你会发现内心深处一个充满平和能量的源泉。 深呼吸和冥想, 能让我们超越纷扰的表象世界, 触及生命的本质。 静心修炼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 但它可以带来惊人的画景。 你将对自己和世界有全新的认识, 获得face shape内在的智慧和力量。 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稳定, 对生老病死的恐惧也减轻了。 当我们学会活在当下, 不被过去和未来束缚, 也学会宽容地看待他人和自己, 我们的生命就触及到更高的境界。 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升华, 给人生旅途带来内在的满足感。 为世界和平献出一份力, 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历史使命。 战争与仇恨撕裂了这个世界, 使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蒙受苦难。 作为地球村的成员,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修复这个已经破碎的世界, 让和平之花重新在人间绽放。 促进世界和平, 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用宽容, 有爱对待不同国籍,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的人群。 我们都是地球的孩子, 区别旨在肤色和语言, 本质上都有同样的情感和追求。 我们可以参与各种跨国界的交流与合作, 消除隔阂, 找寻共同点。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开展更多样的教育, 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世界公民, 而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道德上, 我们要勇于抵制和谴责不正义的战争, 给予各国人民以同等的尊重。 用信仰、 文学和艺术唤醒人心中的善良, 用行动传播爱与和平的信息。 世界和平任重道远, 需要每一个地球公民的参与。 用真诚与爱心, 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通过艺术创作, 表达内心世界是富有魅力的人生追求。 每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内在世界, 充满着对这世界的感悟、情感和梦想。 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将这一切无声的思想通过视觉、 语言等方式呈现出来。 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 能够抓住观者的心灵, 触动人性中共鸣的那根弦。 无论是电影、文学、音乐还是绘画, 艺术家都在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世界产生连接。 创作艺术需要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意, 需要对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观察。 这样,我们才能将内心的感受化为动人的画面、文字或旋律。 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激情, 但收获的是精神上的满足。 当你看到观众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动, 当你的作品改变他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你会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金钱难以替代的精神富足。 所以,如果你有一颗热情洋溢的心, 就让我们用各种艺术形式, 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美的色彩吧。 让我们用艺术去感染他人,改变生活。 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承担的使命。 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 传统文化正面临被遗忘的危机。 作为这些文化的后代, 我们有责任用心学习, 让这些瑰宝继续发光发热。 中华文化积淀了五千多年的智慧, 其中的美德与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学习和发扬。 我们要读经典作品, 了解中华文明的精髓。 我们要学习书法、国乐等传统艺术, 亲手体会其中的美。 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古迹、文物, 讲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 让古老的智慧继续在人们心中流传的。 我们也可以用当代的视角重新诠释经典, 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政府要加大保护力度, 学校要从小塑造尊重传统的意识, 每个人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当我们把这份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递给年轻一代, 他们也会深深感受到民族认同与骄傲。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应该就此中断, 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和传承下去。 人生如此精彩分成,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目标来丰富自己的人生旅途。 有人选择追求幸福快乐, 在平淡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有人选择不断探索自我, 使生命之花绽放观之。 有人选择建立一个温馨的家, 与爱人白头偕老。 有人为事业打拼, 实现自己的报复。 有人创造财富, 过上优渥生活。 有人回馈社会,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有人通过静心修炼, 使生命升华到精神层面。 有人为和平而奋斗, 让战火不再蔓延人间。 有人用艺术创作描画内心世界。 有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守护民族精神家园。 万千人生, 不抢求一致。 每种选择都蕴含着其独特的意义。 重要的是找寻内心的所爱, 奉献自己的热情, 活出有意义的一生。 在这漫漫征途中, 我们终会找到生命的目的地。 这世界因为有了不同的你我, 变得丰富多彩。 让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 熠熠生辉, 照亮他人的生命。 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 书写人生辉煌的篇章。 按下来看看。 我们的来自然而来, 弟子那在数万里有一个大大的 比赛之一之一, 或者是装修行的必须、 词断,